公民崛起大家一起来翻转了 我是汪吉明大家午安 没错今天整个上午的新闻都集中在大巨蛋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大巨蛋最新的发展 看起来市政府只有一个字拆 要么就拆大巨蛋 要么就拆这个停车场跟商城 似乎柯次长已经吃了衬托铁了心 那就看远雄买不买单 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昨天有一些场面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其中是李全教要冲进中常会 开着国民党会议 被人家排到外面去了 李全教不爽 就是大声的咆哮 李全教你干嘛那么生气 人家不要你就不要你 你来干嘛呢 好就在这个时候 今天早上卓博元家里被正式缩手了 那么到底之前这些房地产的买卖 就是政府要不要征收民地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牵扯到一些所谓的 不可以告人的钱呢 好了当然这些事情似乎没有影响朱立伦的兴趣 那么居然这次做了两个大动作 本节目一直在问朱立伦先生 你们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产是不是1350亿 不是林德瑞说要告吗 今天第三天了 看起来林德瑞对胡忠信还是没有告 但是意外的事情非常意外 因为没有人预期就在蔡英文宣布要选总统的同时 朱立伦抛出了一个叫做争议党产归零 就这个蔡其章就说 我要的是你整个当时偷彩的快木铃 不是送你我一个快木牙签啊 那么到底这件事情可以止住 所谓的国民党党产的争议吗 我们节目一定要追下去 如果是公益的事情 肯定我们要给大家继续追下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朱席会中国就传出来 国台犯直接说 国台犯真的是很奇怪 他有两个表情 一个表情对朱立伦 他对朱立伦说 欢迎来我们来国共会谈 但是对于蔡英文就说 没有台独 到底国台犯说 不参与台湾的选举 死马之刀之心 路人皆知 这样是对的吗 但是要问一个问题 朱立伦打这个两岸牌 人们是问你一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选 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这种所谓党产牌 或者两岸牌 通不通 党产就这样可以结束了吗 真的吗 好 当然回到的就是 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阿扁想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结果我们法务部马上说 不行不行 这件事情的政治效应如何 会不会在2016年的时候 阿扁将要缺席总统的一个影响力 这是值得观察 但是讲到这边 你们看到所有的县市场 一排站在小英后面 那么小英要打的是内政牌吗 那么在2012年的选举 实际上小英就已经打内政牌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外交牌 就是两岸牌给清算了 那么这次再打内政牌 如何呢 有没有机会唤起老百姓的信心 好 讲到信心 蔡英文的题目是什么 找回信心 是找回蔡英文的信心 还是找台湾人的信心呢 好 没关系 我们今天来讨论 那先介绍我右手边 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李明明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前北市议员徐家清 大午安 好 稍后呢 郭正亮 郭教授呢 也会加入讨论了 那我在我左手边呢 是国民党立委 季国栋 主持人相信大家好 国栋委员 你看起来 这个心事重重啊 这国是天下是 世事关心 不是操心吗 我们在之前听你在操心 好 另外就是我们 我们很受欢迎的台北市议员何志伟 欢迎大家午安 好 那稍后呢 朱玄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了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哇 找回信心啊 你开不开心 到底从今天开始 台湾就要走向了光明的未来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标题 就是蔡英文的石头搬走了吗 蔡英文的最后一礼路即将走完 那么先看一下 我们制作单位特别 把这个 政 制政中堂 坡平浪尽 航行千里 峰回路转 开启新局啊 我们这个 柯文哲可是挺好的啊 跟这些县市长一起送给蔡英文的这个大礼 就是 蔡英文 你可以选总统了哦 但是当然 有人就说 都麦说 那如果朱立伦要选 那柯市长要不要送同样的中堂 就柯市长说 要送 好了 没关系啦 这是插话 这个有没有气货 有吧 好 这时候蔡英文就说 哦耶 我们要选总统了 来看一下 4月5号 下午2点钟 民党中职会 参选2016总统宣言 用所有的力量 来改变这个国家 蔡英文 喊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声势 今天联合报 果然就以四个不会 来做主要标题 第一个不会是 不会把房价上涨 当做社会富裕的象征 好不好 不会把食品产业为了利润 而罔顾人民健康 好不好 那么会不会 不会放任国土保育 和农业发展被牺牲 好不好 没有人回应 好 对不对 好 不会再让人民 暴露在核灾风险 跟高污染的环境 这是好不好 好啊 这听起来 所有内容都是 感觉上怎么样 都是内政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事情是 蔡英文主席 也就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也可能是2016 台湾的总统 他所打出来牌 牌牌都是往内政走 那么两岸的问题 会不会 还是他最后一路的石头呢 这个可能要被注意 好 那我们就来谈 这四个不会 是真的会让老百姓感动吗 这是政策吗 会让老百姓觉得 我非把这一票 投给蔡英文吗 这四个不会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看得出来 蔡英文就是这八个字 叫做内政优先 人民为本 好 听起来 有非常感动 他们说 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 未来也不会是民共关系 超越既有国共的关系架构 建立常态会的两岸关系 那这个听完之后 不晓得你听出来怎么样 这是什么关系 问号 听起来像国对国吗 好 问号 当然讲完之后 国台办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马就说 中国国台办言人 马晓光说 台独立场 在两岸关系上 难以找到出路 这里有台独吗 两岸关系 国共关系 常态坏的两岸关系 喂 国台办 我没有听到两国关系 你干嘛那么紧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嘉庆 这可能是最近民进党 除了去年1129大胜之外 是不是令人觉得 整个民进党就热血沸腾 觉得我们小鹰 就要排除所有的障碍了 当然在完成最后这一礼路 也不会是完全的平坦顺利的 所以任何的一个变化 都有可能随时会向民进党 提出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对于民进党 最后到跟2016的选举之前 任何一个时刻 包括我们13县市的执政的成绩 也都必须要向全民来负责任 所以不只是蔡英文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竞选 他的政策主轴 或者是他要揭示的一些重点目标 还有包括我们地方执政的这些 每一个县市首长 直接的面对选民的需求 跟他的成绩 都会变成是2016选举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点 所以我们并不以为说 今天马总统 或者是现在的国民党执政团队 做得非常的不服人心 那我们就以为说 这样子就民进党势在必辙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竞争的对手 并不在于国民党的谁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在于 有这么多千疮百孔问题的国家 我们如何去把它拯救起来 如何去把它填补这些 过去曾经有的空洞 而且让下一个世代的人 可以有觉得希望 让他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成果 那小英可能要穿超人装 我想这个超人装 大概是所有竞选团队都要一起穿 那因为这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在选举 一个人在打这场选战 它是一个整个团队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小英作为一个民进党的象征 或者带领者 他是要让我们这个整个党能够有一个正衰起壁 解救过去这些击毙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在看到刚刚我们这个中国的国台 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 佳琪我先请教一个问题 从这边解读来上看 我们的这个小英主席 也是未来的可能小英总统 他真的把所有政策都集中在内政方面吗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那其实上一次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十年政纲 其实十年政纲所包含的内容 其实含阔的非常的广 包括国际的关系 包括两岸的关系 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内政的问题 通通在里面有提到 那只是很遗憾在当时我们的这个篇幅不够 宣传不足 所以很多民众在当时 对于十年政纲的具体内容了解有限 但是这些内容到今天依然非常有效 而且在解决国家现在当前的困难上 仍然是一贴药方 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在这一次 把它做一个充分的这个整理跟表达 让人民知道说 具体我们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包括两岸关系在内 我想两岸关系今天的困难 不是只有说中国方面怎么看待台湾的问题 也包括说整个国际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对啊 那所以因应这样剧烈的变化 我觉得台湾不能把自己 只单纯的放在两岸关系里面看 而是要放在国际的这个多边关系里面 随时去调整 你以美国来说好了 西拉瓷要出来了 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跟看法有没有转变 有啊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有没有转变 也有啊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台湾也不会跟中国完全是一样的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里面 我觉得民进党非常务实 而且也一定会非常务实的去面对这个挑战 因为今天的两岸关系的经济发展 跟四年前八年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台湾也不能说完全不适于现实嘛 所以今天我想马晓光发言人他的讲法 只能说他们还是一心在想着 他们过去的那一套思考 可是不知道说今天的台湾 其实内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看法 其实蔡英文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说法 他就是说要建立常态化的两岸关系 那这个常态化的两岸关系 建立常态化两岸关系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这句话代表着是说 未来两岸之间的互动交流 跟深入的相互了解 这件事情是会越来越多 而且会越来越深刻 那唯有两岸共同的理解 互相的理解 你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双方之间不管是在经济上 或者文化上乃至于其他层面 要更进一步的进行交流 就比照国际关系的交流过程当中 我想这个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包括中国在内 以亚投行来说好了 亚投行很遗憾 虽然这个国民党政府表达了 希望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 可是这个号称跟两 这个对岸关系最好的这个状态下 亚投行也不给你当创始会员国 这话我很早就说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创始会员国所彰显的意思是什么 中国不会允许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与其我们不断只是期待对方的善意 不如我们要去制造更多双方有机会来产生 对话互动理解的机会 所以民进党会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现在对于他这个台独立场两岸关系 难以找出 现在民党好像还没有发布一个对国台办的直接窗口 我说这个内容应该是不对啊 我们都在讲这个常态话两岸关系 你为什么要说的这个台独立场 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强硬的跳出来 说国台办你乱讲话 我们可以理解马小光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既定政策 所以不打算理他就是了 所以我们理解他 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在重复以前说过的话 并没有新的意思在里面 那我们也无需多做回应 倒是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政策上有一些新的思考 有一些具体的作为 我相信这未来大家会有机会逐步的看到 昨天只是一个宣示的一个开始 那未来八个月九个月当中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拿出东西来给大家看 OK 好 这个真正拿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期待这个看看小英主席能够拿出更多 让大家觉得很具体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讲到现在当然要回顾未来 讲到现在当然要回顾过去 来看一下 在之前其实我们小英主席有提出非常具体的内容 包括了像是社会住宅 长期照护跟这个房价 这个实价磕税 我们来看一下房屋实价磕税 现在台湾正在执行了 而当时马英九所反对的就是实价磕税 现在已经朝实价磕税进行了 另外常顾法也在立法院通过了 所以当时马主席没有谈到 就是马中文没有谈到的事情 似乎也被执行了 另外社会住宅 当然马英九政府到目前为止 社会住宅几乎是等于零嘛 但是柯P就要去执行所谓的社会住宅 所以看起来在当时 这个小英所提到的政策 似乎一步一步的不是被柯去执行 就被马执行 所以这种具体的一个内容 会不会让国民党感到说 人家打内政牌 让国民党未来不论是我们说小辣椒 还是王金平 还是朱立伦 还是吴敦义 恐怕很难招架 因为内政牌就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不是吗 小庄主席这四大重点 不管是房价 食安 环保 核四 还有所谓的国土保育 都是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了一些 对于行政单位 相当不太支持 或是苛者的重大原因 那我们就不再细数 因为几乎是各部会轮流失火 那当然 这段时间因为是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1.29选出了成绩 就已经明摆告诉大家 就是说大家对执政团队 这个期待破灭 而且好像到目前来讲 好像也没有很回复的现实感觉 朱主席要针对这些事情 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 朱主席他当然知道 所以为什么最近报纸 或是说相关的媒体看书 当1.29选完之后 那国民党马英九总统 决定辞党主席的时候 打电话给朱主席 找不到人 抱歉 报纸写说 他不想接电话 但是他否认了好不好 可是真的找不到人 当时全党上下心情 电话坏了 那是王院长的版本 电话没有钱了 王院长的版本 这其实当时的氛围 其实到现在来讲 是啦 是有稍微止血一点 没有继续往下探底 我说整个国民党 其实没有往下探底 对对对 可是也 明白了说 没有明显的回升 所以你在讲这件事情 现在朱主席 他只是一个新北市市长 国民党主席 他讲这个 他怎么讲呢 他能够再讲这些吗 不是不行 重点是 因为这几年来 的的确实现在行政团队 就是这些弱象 那你要讲 我说实在 你就要超越这四大诉求了 就你 想说不要把房价上涨 当成社会富裕的象征 或是食安问题 或是国土保育 或是所谓的核能问题 那你照这样讲 就没有意思了 换句话说 你要讲就要超越 那不然选择 你意思说 这些比较偏向是口号吗 没有政策去执行吗 我的意思不是 我所谓超越 就是说要讲的更细致一点 我打个比方好了 晓鸥主席讲说 不会把房价上涨 当成社会富裕的象征 对不对 我们之前只是说 打房打房打房嘛 对 然后他把它讲的更细腻 更清楚 就是说 房价上涨 他不是说打不打 而是说 我们不只是 不应该让房价上涨 而且 我们社会都有一个 甚至于财政官员 财经官员都有一个 这个是所谓错觉 就是哎呀 你看我们现在GDP 或是我们的财富 社会财务增加多少 他说 他讲这句话是代表两个面线 第一个房价太高 第二个 我们在整个计算 我们财政问题上 也误导了我们现在 所谓的GDP的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还要再讲 房价 势必要讲的 因为啊 现在民众 有几年轻人 对于薪资结构 当然啦 他事大诉求里面 没有讲到薪资结构 可能写不下去了 薪资低薪也是一个 很大问题啊 低薪跟高房价 是相对性的嘛 这里面没有写 对 所以我听说你要讲 恐怕讲得更清楚 不然的话 变成说这些 大家都已经 朗朗上口 每天都要讲 没有意思啦 不过这一切恐怕要等到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出台之后 再来讲 也让他有个准备嘛 毕竟你看 蒋云主席 为了准备这四大诉求 我想他至少 目无聊 运作一个月以上了吧 要收集名利之外 他想说 谴辞用字 该怎么写啊 所以你现在来讲 国民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国民党 总统候选人 他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在国民党上面 也没有推出任何的新的政策 也没有让所有的委员知道说 哎 人家已经推出这四件事情 我们毛治国还在忙着 soco问题 因为这四大四项 就是现在执政的弱项嘛 哦是 可是我发现到 我毛治国现在只忙的 太平洋百货 到底是 有没有泄露讯息 然后到底有没有 这个徐旭东 有没有 这个参与的一些 跟交通部有关的内容 像这次终结 也是这个徐旭东的关系系 好像我毛治国也没有feel啊 那这样子的话 看样子 呃这次国民党应该是 所以哦 说实在话啦 毛治国院长说实在 我平心的论啦 嗯 当他一刚上任的时候 大家对他觉得 好像完全不看好了 嗯 可是现在觉得哎呦 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没有 不看好 哦 还比想象中还好 嗯 可是毕竟那种所谓的 看守的印象非常刻板 大家就说啊你这个刻板的 你这个所谓的看守行政内阁啊 所以其实他要大动作做一些 大幅度的改革其实也不容易啊 但是看守既得利益吗 哎 还是看守既有的政策 然后让他继续动下去 不至于停顿啦 让现在现有的政策不至于停顿 但是要提出 所谓具有战略众生的一些政策 我说实在来 你讲人家不一定听得下去啊 比如我现在提出一个五年计划 坦白讲 是不是自己讲爽了 也听得下去呢 他感觉 我说一般民众的感觉 你说一年你提五年的 所以他现在坦白讲 你要说提那个相当大的一些计设 也不是很切实际啦 所以只有等总统候选出来 才能够真正把国政建设的大政方针 勾出一个轮过出来啦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 这四大像是联合报 这个保证四个不会啊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会再把房价当作社会富裕的象征 其实我们有把房价上涨 当作社会富裕的象征吗 这是一个问号 那事实上现在房价上涨的空间 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甚至最近银行业 都开始把资金是抽离了 台湾去外国去对岸 这个就是投资了 所以这个议题 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打曲吗 第二件事情 食品业为了利润而罔顾人民的健康 那我非常同意 但是他政策是什么 我没想知道 那么国土保育跟农业发展 讲这个之后 我们邱静存 不就是说要靠着小英吗 说他要去执行这个 继续把农业画叉叉 转去做这个什么智慧园区吗 小英他要往小英那边走 那小英要不要回应一下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都很客气 那我就当一下反对党好了 我们就把这四件事看看 那不会暴露让人一暴露在核灾风险跟高中环境 我同意 可是今年五月可能就要限电 那么这些内容会不会是变成是将来争议的焦点 那有没有什么大格局 稍后之后我来问问看我们年晃 年晃观点 在所有的选举当中 虽然中国都说 我绝对不参与不参与 但是国台办可是一个逞凶动狠的家伙 你来看一下 这个人家讲的是内政问题 对两岸关系 团的国共关系 不是国共关系 是常态坏两岸关系 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所谓的就是台独 结果我们这位马晓光先生 看起来也人模人样的嘛 那么说难以找到出路 这个是什么 真的是张飞打岳飞 麻烦你看一下历史典故 可是我们必须很现实的看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年晃的看法 你看这是联合报 联合报在这边 国共论坛 国台办欢迎朱 哇你看 多开心啊 联合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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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讲到这个就是蔡英文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 就是就是我们刚讲这一段 就是这个台独难找到什么两岸关系 你看这个事情的这个对照 真的很难想象 两岸一定要这样搞吗 国台办一定要先这样先对号入座吗 杰明你刚刚问嘉欣说 那你们民进党怎么没有对国台办 这个说法有回应 对啊 我也很好奇 我做个比喻 如果一个人他第一次讲说 ahu 汪潔明我要打你你会不会有反应 你当然会有反应嘛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一直讲 你发现这个人在说梦话 要看我狀况如果是喝醉的话 那可能是假装别人被打 对就是没有自己創的 当你发现这个人在说梦话 一再說我要打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理他 會會會 我說夢話就不會 說夢話就不會了 國台犯這個反應 我就稱他為膝蓋式反應 就跟說夢話差不多啦 哦懂了 反正只要你不承認一中 沒有提九二共識 就是只要徐家青等說了什麼話 他究竟你還是這個抬頭是沒有路 你只要沒有提到一個中國 或是提到九二共識 他一定會有這樣的反應 哦懂了 我覺得國台犯這個反應 基本上算中性啦 哦OK 基本上算中性 但是我倒是要給大家看一個 一個人的反應 我覺得特別有趣 就是美國的國務卿 是 美國國務卿管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他負責外交嘛 對 他在答覆國會議員的時候講說 美國要擴大提升跟台灣的關係 哦OK 哦那類似這樣的話呢 其實以前 國會議員或是智庫 常常有做這樣的建議 哦 但是說實在 在最近幾年 我很少聽到美國的官方 正是在講說 要擴大跟台灣的 非官方的關係 這時間好巧哦 對 正好是美台這個關係 第36年的週年 台灣關係法36週年 正好就是蔡英文宣布 這個要成為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這個國務卿 這個凱瑞特別在裡面提到說 因為美國要重返亞洲嘛 亞洲在平衡的戰略 所以就講到台灣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台灣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另外 可能是一個台美關係 另外一個發展的契機 那當然台美關係會牽涉到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那我覺得內政跟兩岸 也許上一次總統選舉 蔡英文其實大多數的時間 他著重在內政的議題 剛剛傑美也講了 他很多四年前講的政見 有些現在政府在做 對 那結果上次因為大家 大多數人認為是最後輸在 那個九二共識那幾個大老闆 這樣子 輸在美國的 對還有那個放話給 對 英國金融時報 那個其實很傷 那這一次的情況 我覺得不一樣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台灣人 對於內政議題的重視程度 遠高於兩岸 那事實上呢 我的了解啦 就是小英不管他們基金會 智庫啦 或是相關的學術單位 其實都有 陸續不斷的 他是一個 滾動式的 對台灣人民所關心的議題 在做一些調查 是 就所謂的大數據 對 那在排名前十名的議題裡面呢 其實兩岸是排在很後面的 OK 第一名大家最關心的叫石安 在這邊 對 所以其實現在一般人在關心的 大概排名前五名的議題 幾乎都是內政議題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非常清楚 這個社會關心什麼 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朱立倫如果說 你再以為你去見了這個習大大 回來之後就黃袍加深 就好像被灌頂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政治情勢的誤判 當然 對於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來講 習大大的加持當然是很重要 因為習大大的支持度高過馬英九的支持度 對 可是對於爭取 如果朱立倫要選總統 對於爭取全民的選票來講 習近平對朱立倫來講 我覺得不只沒有加分 甚至可能還會扣分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他去見了習近平 五月 這個四月底 五月出去見了習近平 回來之後 宣布參選總統 那不是重蹈連勝文的覆轍嗎 當時連勝文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他去中國之後 回來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對 然後那個畫面被大家一播再播 對 就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應該不會 笨到說去見完習近平之後 回來宣布參選總統 因為這是一個戰術上的大忌 那剛剛在講就是說 因為蘋果日報 昨天也非常有意思 在小英宣布之後 馬上做了一個網路民調 就說你支持蔡英文選總統 那大概有66%的人支持 30幾%的人反對 那當然這個網路民調 他的取樣有各種不同的差別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說 蔡英文好像就感覺上 就等明年1月16號 宣布當選就好 提醒大家 國民黨不是吃菜 國民黨絕對不是吃素 國民黨畢竟在台灣 他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他有龐大的黨產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他有各地的基層 非常扎實的組織 國民黨沒有那麼弱 更何況呢 在明年1月16號之前 你會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不知道 比如說今天台中市議會 就要把林家榮送監察院彈劾 我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為什麼原因要送他送去彈劾 因為台中捷運出事 台中捷運施工的是台北市捷運局 結果台中市長要被送去彈劾 可是因為他在議會是多數 他當然可以這樣搞嘛 但你到越接近選舉的時候 這種出逃會不會越來越多 我相信一定會有 那這些都會造成一些困擾 一些噪音 那當然如果民進黨執政的 十三個縣市真的出了狀況 那一定隨著總統選戰的升溫 他一定會被放大 一定會變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蔡英文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要按部就班 步步為營的去選 當然也不能說我現在領先 我就採取守勢 該攻的時候還是要攻 那剛剛傑銘最關心的政見的問題 我覺得政見的問題 小英昨天那個演說 他說的只是一個 理想或一個夢想 因為其實很多這個國際間知名的領導人都很會說夢想 譬如說大家最熟悉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他的一句名言叫I got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 歐巴馬上次當選總統 只靠一個英文膽子叫做Change OK 改變就當選了 那當然小英一定會講政策 因為後面時間還很長 我相信他一定會一步一步一項一項 譬如說食安 剛剛前面有關心食安 因為我知道你在食品廠工作過 這個食安的問題 我相信小英一定會提出一套 他很完整的 怎麼樣政府可以用政府的力量 來確保大家食品的安全 我覺得這些東西將來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拿出來 一項一項的來檢驗它 看起來小英出招了 後面還有後續的內容 不過最近之前有流傳一首歌 叫做小英點亮了台灣 還是民黨點亮台灣 還是反正就點亮台灣 我們看一下個VCR 小英出招了 欸 佳琪 這個袋子怎麼來的啊 實在說我們從這個 九合一大選之前 那因為蔡英文到全國各地去 服選的過程當中 他也受到非常多的感動 因為有非常多的這個基層民眾 非常積極努力的這根土地 在一起奮鬥的過程當中 這東西也是激勵了他 認為說怎麼樣去可以 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從而也激發這樣的一個 製作時間多久 已經兩三個月左右了 製作兩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其實時間 這個醞釀是更早以前啦 就是說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不斷的看到我們的 台灣人民的勤奮跟努力 那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變成了一個一個的故事 那所以一直在收集這些故事 那之後呢就在去年的時候 就開始發想把這個片子 一個一個拍起來 那所以這個一連串的 這個小人物的故事 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 未來發展的起點 那蔡英文不是他自己在競選 是我們台灣整體的人民 為自己的未來在競選 那這個袋子是民進黨拍的 還是小英基金會拍的 這個是民進黨自己拍的 所以還有續集嗎 有 還會有很多次 那剛才主要是一些 比如說雕塑還有工廠還有農民 那後面的一些焦點會是什麼地方 核能嗎 我想各方面的都會有 包括說這個環境的保護 還有土地怎麼樣的使用的問題 乃至於我們未來的能源 怎麼樣有一個安全的 或者是一個足夠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方式 我們都會有系列的東西 普遍出來 是喔 委員成拜 人家都已經開始出招了 你們國民怎麼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藍寧普遍基層的焦慮 喔 真的嗎 因為其實不要說現在 翔主席正式提名為候選人嘛 其實大概這一年多以來了啦 就是大概幾乎是 在民進黨有相當高度的共識 就是翔主席嘛 委員等我 那但是到現在國民黨坦白講啦 助理人選不選都不知道 沒有人太多準啦 我們下一集在下半段再討論一下 剛才看到那個 不知道你感覺是興奮的 還是覺得好像A小英就在我家隔壁 搞不好你走在路上 就看到小英跟你打招呼 耶 那不曉得你會感動 但是我回來看這個主題 我要請教這個郭教授 現在分三個主教來談 第一個就是 好像內政優先已經看出來了 那麼有關外交部分呢 就是維持兩岸的既有關係 當然國會台辦是勢必要打臉 就是他習慣打臉就讓他打臉 現在重點來的是 這些所謂的這些 這個一級的手掌在他後面 要支持他 可是呢 最近他水的問題有點困擾他 就是文燦嘛 對那這個終結呢 好像也有一點點困擾他嘛 那這個 實際的時候有偏打到賴清德嘛 那這個重點 雖然看起來也是一個大團結 這個問題會不會將來也是小英 如果要去面對到 他要替這幾個縣市長背書的風險 那這個團結背後代表蔡英文會往前走 還是一個拉力啊 我覺得還好啦 那個都是個別縣市的問題 而且這文燦那個訴求並不是毫無道理 是 朱立倫也這樣不張 因為石門水庫跟翡翠水庫就差一點 沒錯 可是大部分的水 桃園分道的水量很少 對 所以本來就是北部地區的水量的重新分配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合理的訴求啦 說實在話 對 那終結坦白講林佳龍確實該改進啦 可是主要責任也不是在台中市啦 是的 我是覺得小英喔 昨天讓我最有興趣的 是他講到這四個不會嘛對不對 這個不會就是國民黨現在陷進去的嘛 可是未來台灣要怎麼走 對 他提了一個我想傑民也會很有興趣 是 他說未來要有一個新 也有關係啦 就是新經濟模式 新經濟模式我知道 對不對 我覺得我對這個概念就很有興趣 新能源 對 一公不要成長掛帥 對 以後是這個 創新就業跟分配 對 這三個環節都要照顧到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三個環節照顧到 未來是推出什麼政策啊 我覺得這個很令人期待啦 創業 然後分配 創新 就業分配 而且這三個我覺得也要落實在 兩岸的經濟啦 因為我想小英也很清楚啦 兩岸的經濟就是造成大量的外流嘛 對 投資跟就業都外流嘛 是 那如果說你要連動到台灣本身的進步 那這三個指標也要放進來啊 而且這三個指標也要結合上稅收啦 是 那這樣未來 比如說台灣到底要鼓勵哪些企業 那就要用這幾個指標來連動 來考驗企業嘛 你多少創新 多少就業 那做了多少分配 給那個員工嘛 所以我是覺得我是最期待小英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講 公平正義是 最高目標沒有錯 可是具體大家還是希望說 台灣 台灣往前再走的那個進步的動力啊 那是什麼 那沒有錯 小英現在還沒有講 啊 因為現在真的太早了啦 是 現在才4月嘛 到明天選舉還有 那他有講他說他每個月啦 每一 未來每一個月一定會慢慢把每一個政策 一個一個負責任的提出來 我覺得他這一次給我的感覺 比4年前要有底氣很多啦 哦 就是說他 他很知道啦 他認為兩岸大概應該可以穩住 是 所以馬小光一定要說說話啦 知道他很尷尬啦 我說實在話 因為罵小英也不對 這個表情看起來是有點尷尬的表情 你不覺得你不要變成媽扁喔 那小英上次就已經講說我不是陳水扁了 其實我們發現最挺扁的其實是馬小光 哦真的嗎 對 因為他嚴閉撐阿扁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批評小英啦 可是他知道他不可能支持小英嘛 所以我並不認為兩岸在未來是主議題 可是兩岸目前的一個困境 是台灣的問題 是 我們的經濟陷在這個洞裡面也是問題 對 那這個小英要提出解答啦 這個要考驗他啦 考驗我們大家 所以看起來經濟議題會是小英下次要談論主題 再說創新 九月 分配 欸這聽起來好像年輕人都有這種 那我不知道我們仔神沒有 那我們等我廣告之後 看看我們仔神怎麼說 我想大家可以上網去比對一下 這個Hillary Clinton 就希拉蕊宣布參選的那個廣告 其實跟這個廣告非常接近 哦 那你可以看到希拉蕊出來也同樣是 其實應該這樣講啊 希拉蕊有多講話就是我出來了 然後就接所有支持他的 美國各方各面的民眾的一個就是大千世界的縮影啊 那裡面 但是特別的是我必須要講 希拉蕊的那個廣告 他比較特別的是他真的是族群分散 然後來自的各領域分散 比如說有有同志社群 然後有華裔的這個代表 有各個族群的代表 然後有各個行業的代表 那我覺得在這個領域裡面 這個蔡英文的這個影片 比較沒有那麼激勵人心 也就是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是 影片所想要傳遞是感動 但坦白講我覺得音樂不太好 但他現場的演講是很激勵人心的 就是單純走激勵路線 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那句slogan啊 就是我要用所有力量改變這個國家 其實這個slogan是萬用slogan 馬英九也可以這樣講啊 只是他把國家改變比較爛啊 會變好跟變壞的差別 我們千萬不要再講小英的時候 講到馬英九 真的真的那個是張飛打月飛 真的來繼續 所以他的那場演講 其實比較像是宣戰報告 就我今天要對以下的這個事件宣戰 但我怎麼宣戰 其實他沒有講清楚 那另外一個大的挑戰 就是我還是覺得要講清楚 大家不要那麼天真 說是以人民為本 但人民裡面是有不同階層的 有不同對象的 那這世界上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除非是存在於幻想當中 沒有全民政府 因為一定有人受傷 一定有人被改革 一定有人受益 那因為國家資源就那麼多 你如果不改革 你沒有辦法擠出新的資源 讓其他人受益嘛 所以換句話說 房價上漲 如果你要對抗房價上漲 那你要做的就是要嘛打房 要嘛增加持有稅 或者像上次講的啊 什麼一個家庭一戶以上啊 那稅就要累進的急劇 那你這一定會有人不滿意 所以我覺得他接下來要做的是 有一些東西有點空泛啦 那請問哪一個人說 我會放任食品產業 為了利潤網顧人民健康 沒有候選人會這樣講的時候 他那一條我認為略為浪費 只是我們當然明白 因為人民關切的是食安 你一定得要講一些東西 可是問題是食安的執行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變成你在那一條我覺得是 可惜是講空話 那一條一條講下來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這四個不會喔 是不是都已經有完整的政策 跟評估的依據了 譬如說第四條 就不讓人民再潑落在核災風險 和高污染的環境喔 六輕怎麼辦 六輕是要加強審核標準 然後還是說關他廠 那還有就是像高雄之前講過的問題 很多高污染產業嘛 你要簽出嗎 簽到哪裡去 甚至還有更大的問題就是 台灣現在受到埋害的影響很深 也就是其實 你到台中中部去了 你會覺得很意外 中部加雲嘉南那一代喔 每到了某些特定天候的時候 其實你看那個氣象局的 這個微粒子的分布喔 他就止暴 止暴很恐怖耶 對啊 止暴雖然沒有像今天 因為你今天如果去看北京的沙塵暴 那可怕 已經到整個車上都蓋一層 那可怕 那可是台灣明明距離很遠 那為什麼我們也止暴 是台灣自己的問題嗎 或者是隔海的這個污染的問題 那昌窮之下其實這個講明一點就是 財經做那一個影片的窮頂之下 其實台灣也算在那個窮頂裡面 那你要不要跟中共建立關係 討論它的污染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指令微禍那個禍啊 它的污染跟它的微粒子 都會飄到台灣來的時候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那你要怎麼做 甚至包含了核災風險嘛對不對 你通過了很多包含了核四可能不運轉 然後一二三場不演繹 那會不會有電力缺口 如果有的話要怎麼辦 因為現在有些限制又通過不准燒煤 那天然氣又是一個不能儲存的資源 也就是你大概最多有兩星體的存量 你不可能一存一整年 那你有什麼解決方案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大家要打牌了 我覺得我還是依舊認為 就是蘋果這個民調啊 當然投票不是只有網友啊 那還有一般人 六成的網友支持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他真的看起來沒有競爭對手 尤其是都到了宣戰布告的時候 結果國民黨沒有對手 那這個 你說我不去支持蔡英文 那難道我要支持國民黨的幻想對象嗎 這個差很多 所以其實蔡英文是在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個機會 去把所有東西都攤開來 你根本就可以show hand 因為你對手手上的牌爛到一個不行 你就show hand 讓民眾對你的支持度更高 讓大家提早開始政策辯論 所以我每次遇到這個正亮兄都會公開呼籲 身為小英的關鍵智囊要趕快勸他 就是反正我對面就兩位嗎 都是重要人物啊 請他趕快提出來 三位三位 這個也有 這個肯定有 這個肯定有 因為民間友人最近被牽扯到別的事情裡面 我知道他中兩顆子彈 柯P跟柯介明 那所以其實你盡早提出來 沒有不好的事情 因為雖然你會覺得說 我的政策早提出來可能掉一點票 但是大部分的年輕選民 沒有那麼根深底固的政黨色彩的時候 你講得清楚我們就願意聽 那我們願意聽 將來就願意支持你 願意支持你就願意幫你拉票 我覺得這次 希望能夠看到更高的支持度更高的票 而且要改變掉過去對蔡英文的一個印象 就是他沒有什麼執行力 那如果大家覺得他沒有執行力的話 提早來做啊 你提早讓民眾有共識 你就不要浪費時間 在等你上任之後宣布政策 國會通過行政院提出 你現在就提出 讓等你當選之後 你民意基礎根本就確定了 就是包含了我之前提出來 這些政策 這四大政策民意都同意 最好那政院就給我提出 立法院就不要廢話 因為綠營如果也不過半的話 到時候整個立法院 恐怕會有很大的阻力 那你能夠提前把你的助力拉起來 會有助於這些政策 在快速的時間裡面執行 對國家才有利 欸國教授 那你的回應是什麼 剛才其實講的一件事情啊 譬如說以中科而言 中科現在就是靠幾個煤炭火力發電 來支援它主要的這個動能 那把煤炭拿掉那邊這個煤炭的發電廠 就沒電了台積電 就沒有辦法在那邊運運了耶 所以在講這個內容的時候 的確這是雖然是最大公約數 可是這樣的政策 到時候在所謂 現在只是把牌搭好了喔 真的在打下去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失失分啊 這個就是理想跟現實啦 因為中部縣市 我知道他們今天提出一個嘛 所以以後不能燒生煤 而且今年五月可能要限電喔 因為那個火力電廠占全台灣百分之二十 對 而且台中有一個很大的 對就是台中 就來講台中 對 那它如果不能燒生煤 那你要改成石油那更貴 啊 液化天然氣更貴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講清楚啦 就台灣人民要不要負擔 更貴的人員啊 所以所以我是覺得 而且說這六氫的產能 並沒有增加 這個中鋼反而現在的量 也沒像以前多 所以這個雲家呢 所造成的污染很明顯的 並不是來自於本體所產生的嘛 應該是來自於就是對岸過來的 欸剛才講的一廷喔 將來討論這個污染 也要是跟對岸談欸 我今天才聽到一個新的訊息欸 說中國決定要 蓋自己的 自己一個標準的第一個核能電廠 喔 那他選擇的地點是在福建 天啊 好危險 今天今天才宣布 所以 這個問題恐怕將來兩岸的討論 包括核能的這個污染的 還有包括兩岸的航運的 還有經濟 包括我們現在人民幣的負險 這些問題恐怕兩岸關係還是一個 不可以小叙的問題喔 等我我要問問智偉喔 現在還包括了就是我們說的 蔡英文這些民調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很不錯 而且有60% 但是呢 欸阿扁也被牽扯進來了 那這個事情我們怎麼看 因為扁恐怕還是必須待在家裡 不能參與活動 使得2016年扁恐怕在這個選擇過程當中 是沒有任何可以參與的都要見了 我們看智偉以他的台北市議員的角度來看 整個布局怎麼來看解讀 經過廣告 好像什麼事情慢慢的都已經透明出來 就是小叙要選 而且議題已經清楚了 剛剛我們郭教授跟嘉欽呢 也做了一些闡述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是迷惑不清的地方就是 小叙啊 你到底要選誰當你的副手呢 好當然這個我們現場 剛剛在廣告的時間有不同的想法 等我來問問看 但是我們唸一下 這個小叙說要把眼淚變成笑容 這邊有看到在這個地方 要把眼淚變成笑容 指的過去這個敗選的這個眼淚呢 現在要成為就是成功的笑容 所以拼了命 也要去把這些事情就選向總統 好了 但是呢現在呢 又開始猜了 猜猜猜猜猜 猜這個國民黨是猜誰要當總統 那麼這個民進黨是猜 猜英文已經在206 副手是要找誰呢 現在當然爆派消息 當然還是他以前的最愛 蘇嘉全嗎 還是他以前最大的智庫 林權 還是現在人 人氣最旺的賴清德 當然一講到賴清德答案就是 我絕對不會當 蔡英文的副手 這我是指賴清德 不是指我啊 那我怎麼可能 對啊 這個賴清德說 絕對不會是這個 蔡英文的副手 那副手還有誰是迷呢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喔 這個聯合報的民調說 48%民眾認為 蔡英文在兩岸關係呢 是沒有說清楚的 不就講清楚呢 這48%是要如何呢 好 另外呢 就是有人就說了 這個就是 季段裡挑骨頭說 要找回自信點亮台灣 這個找回自信 是找誰回的自信 是找回蔡英文的自信 還是老百姓的自信呢 老百姓很有自信啊 這個問題 這個 當然 人們總喜歡見證殺瘋嘛 但是有件事可是大條的 就是阿扁 前總統喔 那我們尊敬的阿扁總統呢 他說 這個牧館參會喔 指的是5月1號 凱達格蘭基金會 要舉辦這個牧館參會啊 那阿扁呢 因為凱德蘭基金會呢 一直是非常支持阿扁的 所以阿扁是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一下 當然按照羅雲學 叫做羅不准喔 那當然就說不准 好 那陳之中就挨了說 跟老朋友說謝謝 沒有公開講話 也沒受訪 羅雲學還是說不行 啊就不公開講話啊 羅雲學還是說不行 好了 但是呢 政治解讀說 那扁自動在2020年 就會消失掉了嗎 好 所以總共是三大議題 第二是副手 第二件事情 是不是他有些見證 見縫插針的議題 比如說像這種 找回自信是誰的自信 還有就是阿扁 對於2020年的選舉 就可能消失掉了嗎 我先講一下 阿扁不可能消失了 他永遠都會存在 是 那麼其實這個羅雲學教 他至終消失了 他不會真的消失 他永遠都會在 而且是一個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過去 那我必須要講說 為什麼是不行 真的是依法行政啊 因為他如果說 真的出來開始演講了 到時候可能 小英這個整個頭版頭 全部都是阿扁 所以那個部分 肯定是 對 他絕對會變成一個 非常棘手的問題 那阿扁 是不是還有辦法 繼續保外就醫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啦 那所以我覺得 就像目前這個狀況 先維持現狀 不過我要講幾個東西 其實我們還有提到 副首的部分 對 也有提到兩岸的部分 那個都可以談 都可以談 其實聯合報民調說 48%的人認為 蔡英文沒有把兩岸問題 講清楚 那我要反問一下 你們到底現在國民黨的 有講清楚 有做好嗎 我相信那個問號 會更大啦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 民調出來 到底他為什麼 要去凸顯這個 這個守門人原則 真的要去注意一下 我先回答議員 也可能這樣的委員 中國國民黨就是 兩岸共識 就是九二共識 那柯文哲就是一五共識 那蔡英文 就是兩岸共識 蔡英文一直在講 就是說 目前要先維持現狀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說法是沒有錯的耶 我們從亞同行開始談起好了 整個全球經濟板塊 正在衝撞 重新組合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有一個 是暴衝的總統 或是像馬英九一樣 這麼固執的總統 想到什麼做什麼 或是說不跟人家討論 突然就通過一些 很可怕的法案 然後搞到國內震動不安 然後呢 國外也不買你的帳 所以目前先維持原裝 因為今年2015年 是變動非常快的一年 美元跟歐元 都跑來跑去 上上下下的 所以這一塊我認為 維持現狀是很重要的 而且 他也不會說 大出大葉 蔡英文常常講說 我們坐下來 一起談 有共識 再一起對外 我覺得今天他要做的一件事 是擁抱的一個動作 擁抱 擁抱的一個動作 是為什麼呢 我們上禮拜跟蔡英文去拜訪 這個清商會 一起演講 是 他很期待就是說 今天國民黨的意見 國民黨的想法 我會納入我的政見裡面啊 我不是說一切都是以我 蔡英文一個人為主 以民進黨為主 這個國家是大家的國家 我們要團結的時候 那跟擁抱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擁抱 因為你不可能 我們有雙手 不是永遠把人家推出去 OK 我們內容要 就是把國民黨好的政策 也成為 這個他的政策之一就是了 那接下來 問題是國民黨好的政策嗎 所謂的 國民黨的政策 其實有一些部分 像現在柯文哲 我一直說 過去好市場做對的東西 我們繼續延續 我覺得國家要穩定 文官制度或既定的政策 應該還是要持續下去 那我再來到另外一個部分 講到這個四部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呼吻一下血痕 那Hillary在4月12號 美國宣布她要參選總統 她說 當每一個家庭都很強的時候 這個國家就會強了 其實不要說內政不重要 內政很重要 外交就是內政的延伸嘛 你台灣家庭沒錢啊 每天出去吃東西都吃到毒的 那小孩子也養不大 每一口呼吸都吸到肺裡面 都會生病 那內政怎麼說呢 她說 我請大家仔細想一想 應該我們常常嘴巴在講的 她說 從企業來看好了 企業說 人是最重要的資產 那有人又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請問一下 以人本為出發點的政府 這是蔡英文的主幹 也是她自己是競選的主軸之一 這樣子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回歸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覺得講到這幾個部分 副手的部分什麼時候出爐 我覺得倒沒有那麼重要 剛剛佳金說這個是minor 行政院長比較重要 行政院長比較重要 那不過講到副總統跟行政院長 這樣子要去當小英的副總統 都會說我不重要 不是不是不是 你怎麼問現場唯一一個 沒有資格當副總統的人 怎樣 可以這樣說 她消失掉 我跟她有過節 我要來修憲 要修憲 年紀不夠不可以當副總統 可是我回歸到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說 馬英九一直在推那個什麼 蔡英文說不要批評馬英九 可是我對不起我受不了 我們有一個什麼愛台十二電社 花了四兆 然後什麼消費券 花這麼多錢 其實台灣有錢 這些錢其實如果說 未來的財政如果沒辦法平衡 這些東西都沒辦法做 所以回歸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個節約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也有一個開拓的概念在裡面 這些東西都不空泛 都不空泛 重點是未來怎麼去執行 那為什麼我們要四都的市長 一起來站台 我想民進黨有一個口號 我認為真的是可以打動人心 他說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在力往所有的 這個縣市長排名 都排名很前面 我們並不是 蔡英文並不是沒有執行力 而是大家沒有不夠給力 在上一次的時候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真的要給力一點點 我們試試看 試試看 好這樣子看起來 國東你剛剛聽完 我們議員的這個說法 說會不會覺得 國民黨壓力越來越重啊 可是難道這裡面 就把這個小英所謂 空心態這三個字 就徹底的可以解決掉了嗎 我先講說國民黨 有沒有比較好或正確的政策 有啦 打個比方嘛 馬英九總統所說的 不同不獨不無 我看小英大概也是遵行 這樣一個脈絡啊 維持現狀就是這樣子啊 還有你看最近 傑敏你比較專門領域的 所謂的這個證券部分 你看金管會主委啊 你不覺得曾明忠 當然當然我們愛死他了 好可以繼續 我聽說還是有好的地方 這所有的官員裡面 就他還可以 那現在 小英主席 就說為什麼他很多事情 謹小慎為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賽事嘛 這樣一個賽事 他已經居於領先啊 那他現在重點是 除了快之外 還不能跌倒 就是說你要攻擊也好 或是比較積極性是很好 重點他現在最怕的是跌倒 就是說在 所有的內政 外交兩岸關係當中 如果不小心說錯話走錯路 他有些時候再回來 就會變得很慢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 為什麼小英主席 現在有些地方 欸別人在質疑說 為什麼你是空心菜 其實他恐怕內心有很多話要講 可是內心有很多話要講 我是覺得還不是到先底牌的時候 所以他不會講那麼清楚嘛 那有些話是可以慢慢講 這是 這是針對小英主席的狀況 那你剛剛講到榮英學部長 這個其實坦白講 由此可見 羅英學部長 他是完全是在法研法 他根本不會考慮說 你出來他所謂的政治效應 就是說對誰有利 其實如果說有一點點政治嘗試 你就知道 阿扁總統出來 其實我們感覺 就是對蔡英文 拒不利啊 感覺啦 換句話說如果說 你比較開心 站在執政黨立場 都好不好 讓你阿扁總統出來 然後想到哪裡 就講到哪裡 那大江呢 而且你一直投板條 對啊 那會不會 不僅是佔據 的小英的光芒 然後 未來整個民進黨 不以為又回到阿扁總統 那個時代去呢 有一點可能喔 會把那個時光啊 拿回到以前那種情境嘛 是 阿所以 由此可見 其實羅英學也不是說 阿一定 好像有其他什麼政治的考量 倒是 為什麼他不准 去參加所謂的 這個基金會 那個叫做凱孝 凱孝基金會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啦 之前讓他可以保外就醫 有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 原則就是說 不能跟參與政治有關 或是站台的事情 那你說凱孝基金會 到底跟政治有沒有關係 坦白講是模糊地帶啦 換句話說 站在法務部的立場 讓你保外就醫 就是要讓你養好身體 你不是不能講話 你不是不能去訪遊 你不是不能去旅遊 甚至於演講都可以喔 對 但是演講有個條件就是說 你因為生技的關係 為了賺一點演講費 說我去講話 可以 可是可能法務部的感覺說 哇這個基金會 對 政治意涵太重 政治意涵太重 如果你去只是打個招 不講話 還OK啦 他怕說我開了這個門之後 那你到現場你會不會受不了 忍不住 那越講越多 到時候衝過頭 我講實在啦 要再把你抓回去關起來 又怕引起太大的 尷尬 會引起很大的衝突 那認定你在外面這樣的走一步 然後呢 漸行漸年到時候變成不受控制 也怕引起外界質疑嘛 那很簡單乾脆就跟你講說不行 就這樣子啦 那你說阿扁總統在2016會不會消失 不可能會消失啦 喔 你擋住他在這個所謂的 這凱盜基金會 他還是會用用那種面向來出現啊 那擋 你擋著一時擋不了他到最後 但是 既然啊 我很平時的看法啦 既然陳志忠都不選立委這一次 我覺得他其實應該忍一忍啦 是 你忍到2016之後 你想幹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相當自由啦 如果忍不住 那可能會引起其他的一些所謂的 爭議出來 那就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 對那現在重點來了 委員 這個當然現在看起來這些 我們說的一時的精英們 現在站在這個小英旁邊啊 可是會不會這個綠色執政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說不准燒炭了 那麼這個終結的事件 好像還有包括現在彰化縣長 也有一點點這個把小英的一些重要概部排出來 這些人站在後面 將來會不會是小英很大的風險啊 我告訴你啊 這個既是資產又是包袱嘛 好的承接就是說 至少這些縣市是我執政的嘛 然後壞的部分就是萬一不小心那邊市政出了trouble 那個你就要蓋瓜承受嘛 當然這樣看起來場面比較大啦 說實在話啦 他如果小英他在做黨內初選的時候 這一局是應該這樣排啦 OK 那既然要選總統 我覺得這個意涵不大了啦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民黨的縣市首長一定是支持 小英嘛 當然一定是他 那他有什麼話要說呢 那你說小英的光芒 你要這樣一盤人站在你後面 我講難聽一點啦 也顯現你的自信不夠啊 沒有啦那個是中職會 所以大家本來就要到現場啦 那我沒有意見啦 然後而且這也是某種程度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我們的首都市長 大家的民調都這麼高 我們認同啦 我認同你們這個口號啦 這已經不是口號了 今天主持人的意思就是說 他既是資產恐怕也是風險啦 就萬一這段時間出了一些問題 我就 就算出了問題我們也會承擔 我們也會承擔 還不是承擔的問題啦 就是說那種感覺會比較不好 我背後至少沒有留證 我看為什麼 朱立倫 不是我幫我講完了 劉政王五星級超強啦 我幫我講完為什麼 朱立倫到南部去 只是舉了某個人的手 那個畫面會一直在重播 那個道理是一樣 因為那個太經典了 那如果說你沒有舉他的手 我只是有去 那你出事我還是要蓋瓜承受嘛 可是那感覺 你眼見為平我就看到啊 講到這件事情 那個委員喔 哇這個 他這個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個消息來看一下喔 現在喔 這個李權教 咆哮這個中常會 這怎麼回事 他是中常會 你不讓我進去 那可能有沒有聽見 我真的不知道啦 因為我現在沒有擔任中常委 也不太關心這一塊 OK好 那但是為什麼讓他刨修 其實這個是 我今天這樣講又好像自我檢討啦 其實不要拒人千里之外 他是資深的中常委嘛 你讓他在門口刨修 那不是很難看嗎 你裡面有很多中常委跟他很熟 所以前陣子跟他牽手 然後這陣子讓他刨修 你聽我說嘛 今天比較圓榮的做法是說 因為他開會 那你現在因為你的身份有一點爭議 那好吧 那我就帶你到中央黨部裡面 辦公室太多間了 進去裡面大家泡個茶聊個天 讓他有個面子 那你不要參與表決講話就好 我不曉得為什麼搞得場面這麼難看嘛 就表示說還晚一點一點彈性都沒有 其實紀委員講的是蠻有道理 而且貴黨一直在強調說 無罪推定原則啊 他都只有起訴還沒判刑嘛 那如果中央要用這樣的標準 那也不能再怪賴市長不進議會啦 OK 就是嘉欽一定要見縫插針就是了 好沒有關係我們想 這一次蔡英文這個態勢已經擺出來 所有十三縣市長 包括四都都在後面說 小英加油 那麼小英也把他的證件也拿出來 那朱立倫勒 那麼這個其他的 像王晶平已經說 跟鄉親報告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麼這個小辣椒說一句話說 只要一填表他就是衝第一 可是我們曖昧不清的朱立倫 到底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黨產真的就是這樣解決嗎 這個明明是你去山上 蔡英文說你去山上是挖了一個 這個整株的大顆的檜木 結果你還的是檜木的針 哇這樣子有沒有很傷 國民黨會不會像一路就是被小英 或者自己一路打趴呢 我們廣告後繼續追蹤 朱立倫的神話兩岸牌可以解決一切嗎 蔡英文會不會像是希拉蕊一樣 像预風一樣這樣掃過 所有老百姓都望之如甘霖要降下來 內政優先 那麼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似乎對內政到目前為止 朱立倫都沒有表態 但是打牌是先打兩岸牌 哇國台辦非常配合說 朱立倫來歡迎你喔 你看笑的可是燦爛的很 好我們來看這個主題喔 來這個朱立倫選不選問號 國民黨將歸還十筆打產問號 金盤號 那麼這個這個我們說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朱立倫清理跑道 好這樣講喔 其實三個主要議題啦 我講慢一點 第二題是朱立倫選不選 這是世紀之謎 只有他知道 第二件事情 國民黨現在竟然在我們這個節目 常立攻擊所謂黨產的時候 赫然發現到一件事 他沒告胡宗信 但是說要還十筆黨產 但是這黃黨產就代表他做夠了嗎 另外一部分就是 看起來現在的朱立倫 好像有清理跑道的嫌疑喔 包括把馬英九不接他電話啦 還有這個這個我們說 小辣椒找他也很困難啊 還有包括就是無敦義幾乎是晾在旁邊 欸這個是不是清理跑道呢 好三個議題喔 第一個議題就是朱立倫到底選不選喔 那麼現在的藍營的高層直接 說五月十六號表態就可以了 現在都不要表態 這樣子就替朱立倫脫鉤嗎 第一個 為什麼要延到五月十六 五月十六 是不是等朱習慧安 就跟這個連勝文一樣摸完頭再來表態嗎 第二件事情 現在藍營的高層又是傷疤底 我們不知道啊 朱民調最高啊 所以不能不參選 好了 所以呢就有人就趕快說啊 欸那這個朱立倫跟蔡英文 不是蔡英文說錯 朱立倫跟王金平來配配好不好 這不是有點張飛月飛的感覺嗎 好但是呢 現在就大家好奇啊 為什麼他實不表態呢 是因為要等朱習慧打兩岸牌 還是說再看看還沒有冒出來 黨內的這個候選人嗎 我們不懂欸 就是已經看到蔡英文就到你門口了 就到你家門口了 你還在說 嗯我要把新北市做完做滿做好 欸這樣子不是很奇怪嗎 好我們就看看這個這個朱選不選 是不是要放任黨來拆一拆呢 這是聯合報批判喔 欸聯合報是很國民黨的職業批 欸你選不選啊 你不該放任黨拆來拆去啊 然後聯合報說蔡英文已經整軍完成了 這個國民黨還在看你的虛實啊 這時候朱重申做好做滿市長 那現在重點事情喔 他說欸你看看喔 聯合報說民調已經拉近了喔 所以這個朱立元就回答說 哎呀國民黨有努力空間啊 爭取更多優秀青年啊 同志加入讓國民黨更有機會 鼓底翻身 我覺得這回答現在最流行 就是月飛打張飛還張飛打月飛 從頭到尾我就覺得 這傑民智商不夠高 感覺就是張飛打月飛 可是我們來看民調 好像真的有這麼回事喔 4月4號的趨勢民調呢 蔡英文的支持率是49 44.8 分別對成三個人 然後現在關於地面變成 424257 好像就被聯合報呢 似乎若有若無的 把蔡英文的支持度呢 往下了 再看TEVS也是 但是都只有針對 龍斌啊 李鴻源跟吳敦義喔 有破50 其他呢都沒有過50喔 沒有過50 沒有過50 所以看起來這個國民黨 是老神在在啊 你怎麼看朱立倫的心態 他到底真的是 大家說精算師嗎 我覺得朱立倫因為 他知道他如果參選 他新北市長早晚會被破要消除 那他因為他不想讓新北市先選 因為三個月內要改選 這是法律規定 所以他想要拖到10月啊 所以他可能很恨小辣椒 也不是啦 國民黨不能被你耗著在這裡嘛 他不就是耗著國民黨嗎 因為剛剛 他不就是耗著國民黨嗎 你剛剛國動兄講得很實在 你現在也不能指望毛治國啊 所以你一定要等總統候選人出現 他所謂的新政策 如果有的話啦 如果有的話啦 由總統候選人來推嘛 是 結果國民黨現在就耗住了 他沒有候選人啊 對 可是朱立倫是在 想要耗到看 能不能10月再辭新北市長 因為三個月就要選 那他希望跟總統 乾脆一起選算 我說新北市長 因為如果他之前就被迫要辭 我們隨便講好了 比如說8月辭 11月就先投新北市 那搞不好你新北市就先輸了 對啊 那你總統還選個屁啊 是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難處 為什麼他一直要往後拖啊 因為他知道他早晚要辭掉新北市長 因為民調也是如此喔 超過50的人認為他該辭新北市長 對 沒錯 是的 可是因為三個月內就要改選 超過50%認為他應該辭新北市 只有48%認為蔡英文兩岸說法沒有說清楚 所以看起來人們是說 如果朱立倫你要去選總統 那就要把新北市長給吃掉 而連日報很好玩喔 昨天是捧豬啊 捧豬捧得很好 那今天是打豬啊 那到底怎麼樣 但是我要請一下這個 就是郭教授解釋一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似乎都做到 其實蔡英文好像對上朱立倫跟王金平都沒過50欸 其實這個時候沒有過50還算合理啦 喔 還算合理啦 小英事實上是有點聯合報是有點疊啦 是 我覺得跟民進黨初選的那個亂七八糟有關 喔 因為你整個黨傷到嘛 對 不過我跟你講喔 最近 不管是小英跟誰的民調 都反映出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的折射啦 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大概 都贏國民黨到10%左右 對 沒錯 10% 就是 認為民進黨會勝選的高達60% 對 對 所以等於是黨 黨本身的支持度 老百姓期望民進黨執政喔 這個撐住了小英的基本支持度 那這個 朱立倫會很累啦 因為這個就不是說 你個人能夠改變多少 而是國民黨拖住你 是 國民黨拖住你啊 那就變成你 除非你能夠 大規模的改變國民黨給人家的成見 包括比如說 你不關心年輕人 對 或者是你就是那個死樣子 對 或者是比如說 剛剛那個四個不會 那四個不會你都有啊 有有有 史安的問題啊 什麼荷蘭的問題啊等等嘛 好 那這些你如何在很很快的時間之內 用新的大的政策來改變 欸郭教授剛剛講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內容齁 比較肯定具有兩件事 一件事他說 當然這個我們大家不相信啦 就做好做滿市場 但是另一部分是 他要讓年輕人加進來耶 所以似乎他現在也要考慮的 如何打年輕牌 是這樣子嗎 現在30歲以下國民黨已經完全崩盤了 崩盤了 完全崩盤 對 包括我兒子在內 對 所以他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訴求 我看這個也不用完了啦 所以他現在只是要想辦法 讓這個訴求拉大 欸年華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其實朱立倫說要讓年輕人加入 有啊 林醫師以前當年進國民黨的時候多年輕啊 那是馬英九啦 對啊 多青年才俊啊 只是年輕人進去之後 學壞就速度很快啊 哦 對啊 所以現在你覺得年輕人還敢進去嗎 很快就被帶壞了啊 哦懂懂 林醫師當年 欸別忘了當年是國民黨青年團的團長耶 而且是栽培要準備要選高雄市長的耶 哇 那是青年才俊啊 是 結果呢 合金安在哉 所以志偉選擇民進黨是對的 對當然 當然對嘛 對不對 他如果在國民黨現在還可能 還連議員都當不了 哦懂懂懂 那這個民調其實很清楚啦 因為他是不同機構做的 比較沒有辦法互相做比較 那比如說 但是他一個趨勢他是很穩定的 就是 蔡英文他是處於一個穩定領先的狀態 那領先的這個 比這個比百分比可能或多或少 有一點點變動 當然我也同意就是說 因為現在國民黨候選人 還沒有確定 等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提名完成之後 我想那個時候的民調 應該會有一波 我估計會有一波會拉近 就不管是朱立倫也好 王金平也好 林王你說到重點 其實我就在說 現在對手都還沒確認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穩定的過百分之五十 我們要記得喔 當時連勝文一度是過了百分之五十 對這個科文哲喔 對沒錯 連勝文其實在整個太陽花之前的民調 其實一路是領先科文哲 對 那太陽花是讓連勝文的民調由勝轉敗 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那蔡英文到 因為到明年一月十六號投票之前 台灣會不會再發生什麼樣的大的事情 其實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任何一件大的事情 你兩個總統候選人 只要其中有一個處理的不好 那個民調其實隨時起伏就非常大 因為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從去年九合一的整個的得票數來看的話 民進黨我們只算縣市長 我們不算柯文哲 不算這個無黨籍的選票 其實民進黨的整體的縣市長的得票數 是大於國民黨 是的 那如果你再把柯文哲的八十萬票 我們不要多 我們就算五十萬票是民進黨的 然後再把新竹的蔡仁堅也加進來 對 那個其實他是遠勝於國民黨 就是他整個總得票他是遠勝於國民黨 而且他是 事實上是已經過半 那是因為有柯P效應啊 也許是柯P效應 這個因為選舉這個很難分析 到底柯P效應可以給民進黨幫助多少 這個其實很難分析 但是柯P效應對去年的選舉 他的確是產生一定的影響 這一點是確定的 那我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整個的 藍綠的板塊 其實在去年選舉已經很明顯看出來 開始做一些移動 那是不是還很穩固 目前還沒辦法確定 所以國民黨其實 你如果說現在國民黨的操盤手也好 或是說你在看民調也好 你如果是用過去10年20年累積出來的那種經驗法則來看 明年總統選舉民調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會誤判 因為國民黨雖然他這個整個 我剛剛特別講到說他加大業了 但是基本上他的支持度 他是往下走的趨勢 他整個是往下走的趨勢 對 那朱立倫能不能把這個下走的趨勢把它擋住 他擋得住 也許還有一波的機會 但是如果擋不住 那到明年1月16日 他就一路就只能往下走 他沒有機會再往上爬了 那朱立倫做什麼事 可以擋住他往下走的趨勢 你除非讓人家很多眼睛一亮的 非常重大的改革嘛 你才有可能 可是目前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朱立倫沒有做嘛 比如說黨產 你的黨產就說我要還 說南天的行那個皮筛大 蔡其昌那個形容太好了 你倒罰了一顆千年的Hinoki 結果還我一根牙籤 對 這樣有意義嗎 好 所以這個民調還有這個黨產事情 我們下一集要討論 我們要問問一下這個紀委員 我們針對這樣事情 朱立倫是抬教者還是做教者 對國民黨有利呢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也是非常意外的一個訊息 就是在我們這個節目 大量的批判黨產之後呢 朱立倫突然回神了 當然到底是檜木還是檜木牙籤 我想老百姓自己 我們民眾自己心裡有數 那麼清理跑道嗎問號 拍板歸還實筆蕩產 驚他號 那麼我們這個製作人的標題是 為大選備戰嗎 但是聯合報職業說 朱選不選你也不該 這是聯合報 這是聯合報 來朱選不選 你也不該放任黨拆來拆去嘛 不是這樣嗎 到底委員 到底他是當個抬教者會比較好 還是當裡面做教者會比較好呢 反正到目前來看 他是希望抬教的感覺 可是 你確定嗎委員 大部分的感覺是這樣子 我想不只是我啦 我想全國民眾的感覺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 還沒有完全放棄的感覺 可是這個黨營高層是說 要他直接 就我不知道這個 藍營高層是誰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會有一些人會放話 當然包括把整個總統 他登記 然後連署時間拉了那麼長 就有隱含著希望 為朱主席留下一點空間 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 如果到最後他決定要的話 還來得及 應該有這樣的意涵在裡頭 不是完全沒有 可是要看他本人的意願最重要 他如果不想選 你叫食人大叫 就是說他來做教 大家想幫他扛 他也不會上這個教 就是說他最重要 那當然唯一的變數 就是最近要到大陸行 我覺得是唯一的變數 那大部分有講說 哎呀去可能必帶利 理由是說你去 搞不好人家給你抹紅 那你如果說萬一你在那邊 如果說不要說怎麼加分啊 就上次連戰父子 到中國大陸去見了習近平 回來那種效應 那你就減分了嘛 可是話是這麼講沒錯啊 可是就目前來講 整個國民黨氣勢 就是說好像沒有所謂 就是說反正感覺是相當低迷 那低迷過程當中 如果說你都完全不刺激他 就放那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 到1月16號狀況就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說不能把說到中國大陸去 變成叫做冒險啊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來試試看說 好那變成一個嘗試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說我去了 可能會變得不是那麼好 可是也有變好的機會啊 來委員三件事問你 第一件事情 那麼如果他是黨主席 今天要把總統的提名拉了這麼多天 他可以說不要啊 他為什麼說他為什麼沒表態 第二件事情 我是比較關心的事情在什麼地方 這個兩岸的這個活動 他也可以說no啊 如果他覺得這部分有風險的話 他也可以說no 但是看起來他似乎也沒有說no的意願 讓他覺得你是不是想透過這方式 來增加他的氣勢 第三件事情是 如果萬一國民黨這些敗選呢 他黨主席也沒有了不是嗎 好先講第一個 為什麼拖了這麼長 我覺得那不見得是他的意思啦 就是說可能幕僚 很多的高級幕僚都很希望他打這一仗嘛 所以自然會為他量身打造一套 可能比較對他來講相對比較方便 比較說有利啦 他要想參選隨時可以決定嘛 可是應該他目前來講 因為他每次都最後一分鐘決定 所以說嘛 所以這些關心的幕僚想好吧 那我就把這時程稍微延後一點 讓老闆多一點時間去考量嘛 這是時程上的問題嘛 第二點就是說你說到中國大陸去 我剛剛已經講那麼清楚了 去基本上大家認為 尤其包括洪秀柱富足 對啊 根本就必大於利啊 他們一般認為是這樣子 但是持不同看法的人 有另外一種看法 包括馬英九總統也鼓勵他去啊 當然馬英九總統鼓勵他去 也不見得真的是希望他馬上去 蔡英文打了一巴掌多疼啊 我說實在 兩岸關係不是國共關係 是他去變年輕人都這麼絕對 馬英九總統希望他去 馬英九總統再鼓勵 我覺得你表面上看是鼓勵啦 但是我寧願解讀是說 外面都說哎呀你可不可以去 你在新北市場 要經過陸委會啦 行政院同意啊 那助理人主席 我到時候你會不會同意 我不知道啊 所以馬總統主動 釋出這樣善意說 鼓勵其實說 好啦你要去沒有問題啦 我覺得也不是 就是行政院開綠燈就是 對啦其實也不是鼓勵不鼓勵嘛 那最後你說他最後 是不是要 要來決定說好 那就來因為這樣的一趟大路行 把整個氣勢拉起來 我覺得當然是有一點點風險在裡頭啊 可是你沒有冒險 其實機會也不大 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他來 這次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基本上是沒有錯啦 那第三點呢 第三點就是如果他做這個動作 他應該知道的事情是他到底是 抬轎會讓立法委員多一點點 還是做轎子讓立法委員 這很簡單嘛 你看之前立法委員連署那麼多 相對大家當時是希望他出來 那現在這個分點有一點點改變啦 改變是說眼看著 包括我想以吳玉森委員為主的 他們這些立法委員 好像現在態度也相對比較低調一點了 那而且王院長的態度越來越高 那甚至於很多的坊間的一些民調做起來 好像相去也不圓嘛 那所以現在黨內變成 有點觀望的味道在裡頭 所以觀望的味道在裡頭 如果朱主席不趕快儘快表態的話 我怕這個情況恐怕 會有一點點小小逆轉 也說不定喔 所以現在 你看現在黃秀書先領表吧 那王建民院長顯然 就在等朱主席嘛 好現在我們有兩個問題啊 我要問一下佳青喔 這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但是確實非常有趣 第一是王建民到現在有沒有 國民黨黨籍這個是一個謎題吧 因為他馬英九實際上是開除 現在法律雖然讓王金平勝出 但不代表 他們覺得欸對不起 馬英九說沒有黨籍 那他也不用選吧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就說到現在為止 朱立倫都沒有說 王金平就是有黨籍 類似這樣字眼 就是開宗職會 確認這個事情 也沒有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朱立倫呢 似乎現在呢也維持一個模糊空間 他到底選不選 我這樣講啊直接問一個問題 他台教比較好還是坐教比較好 不管台教或坐教 他的思考都是我下一局 能不能再參選總統 2020是他最重要的思考點啊 所以從2020往前推 2020是他最大的思考點 對他要從2020往前推 他才能夠去思考他這一局是用坐教 可以贏得他下一局參選最大的機會 還是要是抬教是他最大的機會 這是為什麼他到現在左右兩難嘛 如果他要抬教他大可以現在大開大合 讓黨內同志來討論一下我們初選的結構啊 機制啊也不要說手機突然間這個什麼壞掉啊 就接不到電話之類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看起來 他是考慮要坐教的成分高非常的多 那如同剛剛我們幾位先進說的 那如果他一宣布要坐教馬上要參選 那他新北市就違反諾言了 那怎麼辦馬上被逼得要辭 這個辭下去風險太高了 所以能拖則拖 越往後拖對他相對越有利嘛 第二個所有黨內的同志 因為現在被他這個黨主席給卡住了 大家也是有苦難言啊 所以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我覺得這個幾個不同的民調數字 是蠻有意思的喔 像聯合報呢有做了三四位的這個 包括紅袖柱在內的民調 可是呢到TVBS偏偏不做紅袖柱 去加了一個李鴻元 那這不是非常詭異嗎 為什麼我們在藍營裡面 這個參選的人這麼重多的狀態之下 照理說 作為主席的朱立倫 應該感覺到非常的欣慰啊 有這麼多人 願意替這個黨承擔責任 五個人 對 願意承擔責任 願意正衰起弊 作為黨主席的人不是感到欣慰 趕快把遊戲規則弄出來 讓大家好好的大名大放一番 結果沒有 他說起來 這陣子拼命的在跟兩岸之間 習近平要不要見面在那邊打牌 奇怪了 如果他今天不是要選的話 他幹嘛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那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重點在於 朱立倫在評估的 不是國民黨未來怎麼走下去 他在評估的是 我有沒有機會在2020的時候 我能夠站起來 挑戰總統這個大位 這才是朱立倫現在在左思右想的啊 所以黨產 黨產也不過是他的工具之一而已啊 我當然偷了塊木我還 當然是還你牙籤嘛 是啊 正下的我要來做家具啊 喔我懂了 家具很重要 因為不論是未來選舉 家具總是擺起來 可是我要問志偉喔 你看一下喔 現在最經典的字也在 我昨天就討論了 今天又加碼 洪秀柱說 朱當黨魁之後 與黨內較少溝通 這個資料又是聯合報耶 所以看起來 他這樣唯我獨尊清理戰場嗎 很多人啊 而且還清理戰場 不是清理蔡英文的戰場 是清理黨內戰場喔 這個我前天跟幾個 所謂國民黨的青壯派 青壯派 那少年不會說 馬英九啊 只想三件事 馬英九 馬英九 朱立倫呢 也是只有想三件事 朱立倫 朱立倫 好像想自己而已 這是他們告訴我的 那講的時候當然心裡面 他們覺得很 不能說這樣 不高興就對了啦 不爽啦 對啦 那其實我覺得說 現在國民黨內部很詭異耶 就是 感覺起來 某媒體啦 他可能要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都 痛性都不一樣 因為他要交五位朋友嘛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五 寫的東西都不一樣 一下打他一下 抱他一下親他 一下再戳他眼睛戳兩下 你太了解這個報紙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這個狀況 會讓我們覺得說 很詭異的地方 就是說 真的耶 你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一直在想自己的未來 那其實 這個樣子的虛假文化 金小刀也出來罵了嘛 就是說 國民黨 我念這樣不會被告 國民黨充滿虛假文化 貪吃又愛面子啦 現在還在互相等待 看誰會出嘛 他在講朱立倫嗎 對 就在講 現在的國民黨內部 現在講朱立倫 可是我覺得說 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你看喔 現在他們內部 就已經 打成這個樣子喔 那未來的話 輪到我們小英上場的時候 這個金普通之前 也講了一些話 也滿有趣的 他隨便一講話 就開始 K到我們 民進黨籍的委員了 表示他手上應該還有很多 很見鬼的K資料 那 對我是覺得說 這一場選舉 我還是要重新呼籲一下 我們一起譴責 我們一起把這些 在時空過去的黑暗面 那一群人把它趕走 好不好 因為這一群傢伙 我不覺得說對台灣 未來會有任何的注意 因為會幫助 那今天搞到現在這個狀況 洪秀柱講這種話我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要幹嘛 那 柱當黨朋友 與黨內較少溝通 對 然後最近 較少溝通 那以前我也不覺得 也常溝通啊 那所以為什麼現在會有 整個會有個前後對照 所以 站在這五位的候選人裡面呢 我是覺得郝龍斌 他是比較高的啦 這個不是我要把他講話 至少他不會在後面 戳人家好幾刀這樣 那現在已經被那個四大案 已經是快逼得喘不了氣了 每天都大巨蛋大巨蛋大巨蛋 但講到大巨蛋 我們要拉回來一件事 大巨蛋今天可能是沒有辦法談了 擋產是我們這個節目 一直最想談的問題 人家要你是把這個檜木還給我 你怎麼可以還給我 是檜木牙籤呢 廣告號 我們看宅神 對這個所謂擋產 他有另類的解讀 好 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擋產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最大的消息 歸房擋產 突然 拍板歸還十筆檔產 租清理寶道 參選不鬆口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檔產淨值是224.5億 這是林宥賢說的 增益性檔產 剩六筆土地 四筆建物未處理 七月底會以回贈的方式 執行完畢 然後呢 我們這個蔡其昌 馬上回答說 砍神木送牙籤 還牙籤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節目 在之前就已經在跟大家講 絕對不是224億 是1350億 胡忠信在我們節目 還跟林德瑞直接對幹 要不要提告 第三天了 你也沒提告啊 那國民黨說 整個事情沒這回事 叫胡忠信不要再講了 好了 但是問題是其實 在我們這節目呢 還有另外叫宅神 朱璇有講過一句話 如果朱立倫 膽敢把所有黨產 全部歸還的話 老人家就直接送出去了 歸還黨產 不是歸還黨產 歸還黨產 對有一點差距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啦 朱立倫 其實 不要說他這一次選不選 他就算是下一次要選 他這些事情也要處理完 因為很簡單 對民進黨來講 這是很好的著力點 你只要一直打這個事情 在現在大家資源不多的狀況之下 那一定是個包袱啊 他處理掉了 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怎麼這時候 他突然公佈7月份 而7月份正好就是他 從中國回來了 然後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也都已經確認了 所以7月就歸還 你覺得這邊是算計 還是針對胡中信 最近的1357 趕快塞個牙籤叫 我們不要再講了 我覺得以朱立倫的形勢風格來講 沒有不算計的啦 哪有說就這麼湊巧 就是挑7月 但是我還是不認為 這個算計是為了他自己 因為他身為黨主席 這事情不處理喔 不管他這一次要不要出來選 他都要一直倒霉 他說要一直被罵 三天兩頭被扯出來罵一罵 打一打 那以他過去到現在的形勢風格 除非這個仗必勝 否則他要出去為黨犧牲的機率不高啊 那如果不高的話 他其實現在先處理 所謂的爭議黨產喔 當然這個連黨產的定義喔 都跟大家的狀況不一樣 數字都不攏 那他要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啊 不管誰出來選 反正先讓他這個部分包袱 沒有了到時候不要怪我 那我也把這個東西處理掉了 我們算是黨產歸零 不是爭議黨產歸零欸 他說爭議黨產歸零 當然就是想要止血啊 講明了 他真跟你黨產歸零 那就完全不用選了 大家就不用討論 到底接下來要不要推候選人出來 反正所有因為利益而靠攏的人都會跑光 那你這等於是孫中山第二次親黨 那以前你還有黨產 現在什麼都沒有 大家為什麼要留下來 你也國會也不太可能過半 總統也不太可能當選 那請問現在留在國民黨 在你黨產真都處理掉之後 是為什麼 難道是為國為民嗎 那對不起我還是要講 真正有理想的人 現在留下來不多啊 那如果對國民黨來講 真是把所有資源都清掉的話 恐怕就不行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啊 他要講第一個 他也定義清楚了 爭議黨產 那不是你講的所有黨產 是有爭議的 被過去法院認證的 被監察委員列管的 我通通先把它切割掉 然後從此以後 我這樣推估這個戰術其實很竟然 從此以後他就再也不跟你講說 有黨產問題 我爭議黨產處理掉喔 委員這樣子就把這個黨產問題 就這樣清清潔潔就結束了嗎 也沒那麼容易啦 對嘛 政治黨產我們認定上 當然比數不多啦 但是現在全民期待了 就是最早的一種訴求 雖然馬英九總統一直講說 他根本沒有講到 所謂的黨產歸零嘛 那當然但是當時 大家印象當中就好像說 有類似的概念就是說 你這個黨產你要清到幾乎是很乾淨的感覺 所以朱立仁說 黨產歸零是一個假議題 只有所謂的爭議性黨產 為什麼會講假議題 就是說其實包括連馬總統在內 他到現在都否認說 我當時根本沒有講過那句話 可是當時他外面 就討論所謂的黨產歸零的時候 好像黨中也也沒有出面來 當時來解釋說 沒有這樣的說法 是最近才來講 所以顯然這個時候 人家的既定印象就是 你黨產你沒有給我清到 縱使不歸零的話 也要處理要激進歸零 就是說你留下部分 打個比方有人講說 好吧那你就剩下你該遣上黨工的 那些基本的一些開支你可以留下來 但其他大概你都要全部都要拿出來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大家的認知 若差過大 那你處理這些 我覺得只是 好像是一個初步的 應該講說 一個簡單的一個表態的動作而已 就是說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接下去還會再做 那一定就 詹森剛講沒有錯啦 你今天擔任黨主席 你永遠在面對這些問題 你現在不做 為什麼不一直把它處理掉 也不可一下子處理掉 你要記得前陣子有 有黨內在建議說 這些如果不是正義 非法 不合理的黨產 我們這些錢 你要拿來所謂的訓練 培養年輕人嗎 你要記得嗎 台灣算不算是黨產呢 那這個中廣 在全台灣各地的土地算不算黨產呢 還有這個國民黨從這個日據時代 收過來的這些所謂的 包括屏東市黨部等這些東西 是不是這個黨產呢 這些東西為什麼不講清楚 來我要問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郭教授 我唸一段話給你聽喔 林毅華說喔 許多黨產呢 都是黨員的貢獻耶 而且黨產呢 已經經過前監察委員喔 叫做黃黃雄啊 已經認定過了 只剩正義黨產 你可以接受這種話嗎 事實上那個高雄 不是有一個檢察官林博志嗎 他說所有的黨產 通通都是偷來的 對啊 他就公開這樣寫 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林毅華就繼續講啦 沒關係啦 繼續講嘛 國民黨現在 一年的收入就15億耶 如果他的帳策只有224 一年可以有15億 那是報酬率驚人啊 那怕死人喔 我看全世界的頭顧 都要來找他代償 真的我也請他代償好了 而且他所有的東西 都沒有經過重新估價嘛 對 這個我們都知道嘛 舉例大力光現在是2700 他可能還算10塊之類的 是啊 而且還有很多 事實上是交易之後的爭議的 比如說國發院 嗯 他跟原力建設還在吵 對啊 很多啦 類似東西太多了啦 還有他去持有其他公司的 比如說 持有3%到5%股權那一種 嗯 所以我覺得喔 反正他就繼續講嘛 沒有關係啦 所以大家都看到眼裡 所以民進黨其實 基本上還是希望他黨產繼續活下去啊 是不是這樣年華 對我覺得朱立倫做事情 為什麼就是 老是要留一個尾巴 嗯 你如果決心要處理黨產 你就大大方方的拿出來處理嘛 你今天弄了這個土地加房屋 加起來10筆 感覺好像很大手筆 可是大家 我現在是還沒有看到面積啦 但是你光看那個名稱 總共18億啦 對 那個民眾服務社 了不起100坪好不好 對 對不對 那瓶塞大的黨產 你真正大的你怎麼不講 國民黨哪一個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你應該正面表列告訴我們 你哪一筆黨產是合法取得的 是 你告訴我嘛 應該是用這種表列說 你不要說正義 你說你把這些圖 因為他講嘛 他說 所有的黨產都是黨員的貢獻 那你就把黨員貢獻 拿出來啊 正面表列啊 別的我不講 國發院那塊地 那個葉先生 已經往生的老葉先生 到現在錢都還不願意去領耶 對啊 當時是秦治元拿著簽 說你是要簽還是不簽 這個叫做黨員貢獻啊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這樣子 就結束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結束啦 你朱立倫 好我現在等你7月公佈 7月公佈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討論 到底國民黨的 不當的取得的黨產 到底有多少 到時候大家 反正越接近選舉 大家對這個議題就越有興趣 林王衛這件事情 之前還曾經被國民黨告過 對啊 因為之前趙孝康去買中廣 對 後來不是說 因為有很多爭議 後來趙孝康有一天 他公開開記者說 那我不玩了 結果呢 我當天晚上在政論節目 就講說 那中廣現在還是國民黨的 結果 中廣竟然 因為當時他的黨產是 中央投資嘛 中投是信託嘛 當時中投的代表人 就是像新北市法治局局長 叫黃怡騰嘛 他們就對我提告啊 提告說 就因為趙孝康不願意買 所以對你提告 我說 中廣是國民黨 他就對我提告啊 結果 中廣不是國民黨是誰的 到法院之後 我就問對方 我說那中廣是國民黨的 對國民黨是很丟臉嗎 中廣是黑社會組織嗎 還是 你們國民黨很認定 中廣是不當黨產 所以你們 擁有這個贓物 覺得很丟臉 要不然你告我 告我毀謗 告我公然侮辱 那是告什麼意思的 因為他是告民事訴訟 他是告侵權 請求損害賠償喔 那我就說那你損害在哪裡嘛 結果他答不出來嘛 就莫名其妙就是告就是了 反正他就是要告你 當時的被告就是我跟陳立宏嘛 我記得我們兩個 還 連律師都沒請 自己就上法院 就跟他對幹了 對 中廣就是中國國民黨的 結果 說這是你中國國民黨 他反而說叫做侵權 我後來理解 他們可能認為這個 擁有賊章 又被人家發現 是蠻丟臉的事 所以損害到他的名譽 那這個賊章 現在還在進行事耶 我們進入廣告 大巨蛋的事情 現在已經很清楚喔 旁邊就是一個毅然品 叫做汽車2300輛 大卡車有50輛 如果那邊發生爆炸 整個大巨蛋 就會延起來 乾脆黏話說一句話 如果真的發生爆炸的話 八分鐘已經死一半了 這個學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沒有我覺得這件事情裡面 他講得非常清楚喔 因為這一次他整個提檢報告 由這個市政府這邊 組成的小組提檢報告 已經上網 那所有人都可以去看一下 這29頁的資料 那特別是 之前遠雄 大概或許透過各種管道 知道接下來市政府 要推出這個報告 他自己先說了 根據我的模擬呢 這個整個是安全的 OK的 所以市府針對這邊 特別整理的一個表格 我仔細講一講 你就清楚 中間狀況是什麼 遠雄這邊 先定義安全疏散的意思啊 是八分鐘 所有的觀眾 可以到達 這個 間接避難區 也就是 不是到達外面的空地喔 所有日本的巨蛋 都說到達外面的空地 大概意思說八分鐘 你就要到 間接避難區就好了 不一定 可能是隔間 可能是 某一個我的市內的避難所 然後市政府所用的標準 是所有日本大巨蛋的標準 是15分鐘 要到達外面的空地 因為你假如還在建築裡面 就不安全 所以這個標準 一下下去之後 雙方的運算 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再來甚至 你外面這塊空地啊 你要怎麼算 可以擠多少人